作為總統 我的責任就是 守護國家主權 守護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同時 尋求兩岸之間可以和平共處 人民之間可以自由而無拘束 無復端的往來 讓臺灣甚至兩岸 都能成為區域和平穩定的貢獻者 我要再一次強調 和平是兩岸唯一的選項 以維持現狀作為各方的最大公約數 就是確保和平的關鍵之要 特別是全球都已經體認到 台海的和平穩定 是國際社會安全與繁榮不可或缺的要素 任何一方不能片面改變現狀 兩岸分歧必須透過和平方式解決 因此 我們要持續努力 在確保主權跟民主自由之際 能夠在尊重歷史事實之下 持續建構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 我們願意以臺灣的民意共識為基礎 以對等尊嚴為前提 以民主對話為程序 以維持現狀為核心 與北京當局發展雙方可接受的互動基礎 以及和平共存之道 我深信國際社會對臺灣的支持 只會越來越強 在全球共同關注 並自力維繫台海和平穩定之際 我們必須掌握契機 控管風險 進而讓兩岸 成為區域和平穩定的重要貢獻者 支持臺灣朝野政黨 也是兩岸之間 無可迴避的歷史責任 與共同使命 我以參加中華民國國慶大會為榮 但是從前年開始 蔡英文政府將雙十國慶日的英文名稱 改成Taiwan National Day 中文就是臺灣的國慶日 臺灣是我們的家園沒有問題 但是中華民國才是我們國家名稱 對不對 蔡英文刻意把臺灣變成國家的名稱 將中華民國國慶日 變成臺灣國的國慶日 這是不折不扣的台獨路線 這不但誤導了熱愛臺灣這塊土地的國人 也把臺灣帶向危險的境地 這不但誤導臺灣的國慶日 這不但誤導臺灣的國慶日 這不但誤導臺灣的國慶日